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小时才飞 另一班四点四十分BR871也有六个人罢工延误七十分钟 两班机一共影响五百六十六名旅客 长容证实这十八名空姐罔顾旅客权益战时计矿值处分 基本上就是罢工开始的时间是四点 他四点之后不执行任何勤务都是合法的 没有罢飞的状况 工会反驳尽管是起飞前才退关一切都合法 但网络流传出这张简讯内容 工会二十号下午两点多 明确要求空服员照常服情 等下班后再支援罢工行动 这十八人临时不飞 网友换报空姐脸书 反奉是十八金差 丢保旅客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把旅客丢着不管真的好帅 T妹也发文抨击 不是不支持 但又有同理心 我们在飞机上也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跟每一个 就是服务每一个顾客 每一个旅客 然后他们的需求 我们都真的是很努力的完成这份工作 这样 我觉得我们觉得没有对公司有任何的亏欠 还是有空姐决心力挺 坚守岗位 做完手上勤务工作 才从西雅图回台应援罢工 但这张退关照片曝光也引发争议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